我们很多人都对八大胡同特感兴趣 为什么八大胡同感兴趣 因为充满了各种传说 各种传说 它是旧中国的一个红灯区 我先告诉你 这八大胡同还真不是八条胡同 是饭纸那一片 中国反正一说八 差不多就成饭纸了 你比如我们现在再说的词叫什么呢 八卦 八卦还真不是八卦 它不定己卦 所以你比如我们历史上说 大家熟的 画家里有什么 扬州八卦 它不是八个人 它十多个人 金陵八家也不是八个人 你比如喜欢瓷器的人都知道 清末到民国初年的时候 珠山八友 带来一股新风 是清代明清画了五百年的瓷器 改变了面貌 珠山八友也不是八个人 都有十多个人 所以八大胡同 它也不是八条胡同 那么当时这八条胡同里呢 也分布着啊 这个上百家 至少上百家大小妓院啊 这个妓院呢 里头全是师族妇女啊 这八条胡同呢 因为过去这个妓院是有等级的啊 不是说你是个人就去开 那不成那个政府要检查的 民国政府 所以一等二等的主要好的 这个 这个妓院都集中在这八大胡同 当时民国政府他要征税啊 他怎么征税啊 他是得把你画出等级来 他你跟那个下等的争上等的 所以他受不了 所以他呢就有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啊 等外呢就不说了 一等叫什么呢 轻吟小班 二等就叫查室啊 三等叫下处 四等叫小下处 再往下就是按门子啊 这按门子 北京最难听的这个话就叫麦达康啊 就很难听啊 白房子那就北城了啊 过去戳街的还真没有 我怎么知道那么多呢 我这有一机缘啊 这机缘啊 我这二来二来岁的时候啊 上这出版社去 那时候出版社都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啊 出版社呢有一理发史 理发史就一老头 就一老师傅给理发 这老师傅呢 就是你去理发的时候 你要想理发 或者你今天突然 这个有一点先功夫啊 你就拿起那电话 给理发史打一电话 说您这会儿得闲吧 说得闲下来吧 从楼上就下了就进 理发史了 理发 那时候理发呢 多少钱我给忘了 几毛钱吧 像出版社的福利 比在外的便宜 老爷子给我理发 老爷子理发 老爷子是一特善聊的人 他给你理发 说他不得高兴 他为什么不高兴呢 他觉得浪费他手艺了 他就跟我说啊 他说 说我给你理发呀 那时候他管我叫小马 小马 我给你理发 就糟禁我这手艺了 我说怎么糟禁你那手艺了 是我头发不好啊 还是怎么 还是我这头型不好啊 他说不是 说我呀 解放前啊 我是专门给这个妓女做头的 哦 真委屈他了 给我们这种人 剃头 严格说他那手艺真不怎么遮啊 他因为这个板寸啊 我这个我年轻时候还不怎么板寸啊 你看我们这个年轻时候的照片头都特足 亮大啊 亮大 他为什么不能理板寸呢 因为板寸特难理 板寸万一啊 李不 李不齐 就跟狗啃的似的 万一给李的奔齐啊 那就跟棺材板似的 那个都不成 说你李这他头跟棺材板似的啊 那不行 那是手艺不好吗 所以呢 就是头发适当的长一点 长一点呢 万一李的不怎么太好呢 他就折了 看不出来 老头跟我李发 李发呢 就边理边说啊 就说这个 当年怎么跟 给妓女怎么做头 妓女什么什么这毛病 跟我说了一大堆东西啊 这东西实在不易 跟你们说 我听着就烂在肚子里就拉倒了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氛围中啊 接受了北京的这种胡同文化和胡同的生活状态 胡同什么生活状态 它是一种社群 这种社群很快 大家都相识 今天楼房有个特别古怪的事情 就你有可能门对门啊 你互相连招呼都不打 互相不认的 楼上楼下也不知是谁 如果楼上不光是露水 你都不会敲人家门 你敲人家门 就是他们家水漏 你跌下来了 所以过去胡同不是 邻里之间啊 都跟亲人一样 那么你生活的状态也是这样啊 因为北京的这个地理位置和这个环境 导致呢 它都是比较高筑墙啊 就是深宅大院嘛 那深宅大院怎么生存呢 它跟社会怎么沟通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用耳朵沟通 它听它的叫卖 所以北京的叫卖 现在成为一个艺术 很多人给你学叫卖声 是吧 叫卖声很好听 那么叫卖啊 一般来说就是两类 第一类是卖东西啊 卖东西 唐葫芦啊 什么小金云什么的 这是倚厅 他这是干什么的 臭豆腐 就是这个 他喊 还有呢 还有一类呢 是服务类的 服务类干什么呢 这个比如理发啊 过去不叫理发 叫剃头啊 比如磨刀啊 你看这个 这个过去啊 这个所有 北京市啊 胡同里的这种服务类啊 不管卖东西 还是给你提供服务 它都有声音 它是靠声音招揽顾客 要不然它就喊叫卖 要不然就手里有个响气 就能发出声音的 比如剃头的东西 那东西叫换头 跟音叉似的 里头 一声 听特老远 那声传的特远 所以你本来就像这两天 正想理发的嘛 你一听那声 你就出去了 比如磨刀的啊 磨刀那叫金龟叶 一溜铁片 这么晃荡 叉叉 这么晃荡的 你一听 磨刀子来了 那么 每一类啊 这种 叫卖 和 或手中 发出的响气 你比如打鼓 打鼓也有两种 一种是打硬鼓 一种打软鼓 硬鼓崩崩崩 软鼓崩崩 你一听声 你就知道 它是干嘛的 所以这个人对声音 其实特别敏感 而且人对声音的记忆 非常清晰 你有一种声音 你可能几十年都没听过 突然你听到它 你马上就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记忆是非常清晰的 它之间微妙的变化 你也很容易辨识 那么北京的这种叫卖声 什么时候没了呢 就最后到上个世纪的 八二年代以后 慢慢没了 最后一个我印象中 剩下的 这种叫卖声 就是仨字 叫换大米 我那时候记得 老有人在窗外的 骑士自行车 好像换大米 换大米 后来我记得 郭达什么 还演过那个 在春晚上 还演过小品 就是换大米 为什么要换大米呢 因为大米和白面之间 是有一个差价 所以北京的胡同 养育了这样一个文化 用声音来沟通 那么这个胡同 慢慢就变迁了 最恨人的就是胡同 盖楼 一旦一个胡同 你盖楼 你居高临下 你看住你周圈 严格说 对别人是不公平的 你今天 叫卖声肯定没了 你喊 城管就来了 再说他也不让你喊 别人也不干 你现在 想买个东西 你直接就叫外卖了 而不是叫卖声 来叫你 是返乡的 所以呢 胡同就成为了 我们一代人的记忆 我们这些年啊 一直是想恢复 这种各地的传统文化 比如胡同文化 是北京一个文化 我们费劲巴拉的 保留了一些 胡同的文化区 但是每一条胡同 我进去的时候 我都知道 已经不是过去的胡同了 因为那种生存状态 不一样 我们今天出现了 这种现代化的通讯 比如手机 我们大部分事情 在手机中都可以完成了 已经过去依附于市民生活的 那种社会的和谐的状态 已经没了 你强行要保留这种胡同文化 实际上它还是一个躯壳 或者说是一种表演 就跟外地人跑到北京来 非得像南罗古乡去看看一样 那个南罗古乡 一定不是过去北京人的生活状态 接像啊 还有一种概念 叫什么呢 古诗书上是说啊 直的啊 为阶 这个通取大阶嘛 取的 就拐弯抹角的 这个为像 所以阶像 直为阶 取为像 大为阶 小为像 所以我们就说 大阶小像 从来不说 小阶大像 没这么说的啊 我们先说胡同呢 就先得说 这胡同这词的来历啊 我曾经看过很多书啊 也看过很多文章 就各书各的 全都不同 唯一相同的有一点 就说胡同这词 肯定是蒙语中来的 是蒙古族的语言风俗习惯 从他那中来的啊 这一点是比较相通的 那究竟这胡同指的是什么呢 就说法不一了 至少有四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呢 就说胡同这个词呢 就是蒙古语中的水井的意思 那水井 他这蒙语中叫胡同吗 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会蒙古语 那得有机会请教蒙古语专家 据说啊 这个水井最初的发音为 胡同 胡同 就是忽然有个洞 这就是水井啊 记住了 走着走着 忽然有个洞 就胡同 那么因为有人居住的地方 必须依赖于水井 我们说的这个意思是指北方 南方就不一定 他不一定有井 他有河就行 所以井呢 就成为了 这个百姓居住的一个代名词 所以我们老说 市井生活 市井生活 就这么来的 那么第二种说法 这胡同语词的原意呢 就是浩特 浩特肯定是蒙古语啊 蒙古语是称城镇为浩特 比如今天的二连浩特呀 呼和浩特呀 这个浩特 浩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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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念浑了啊 这个浩特的音 我们是拿标准化啊 普通话发音的 蒙语中呢 也肯定不是这么发音啊 所以这个浩特 这个胡同 就越来越接近 所以说这个浩特这个名字 俗称为胡同 那上面是两种说法的吧 第三种说法呢 就说它是指蒙古人的居住地 他说这个胡同啊 是比村落啊 大点的一个部落 就叫胡同 这个胡同呢 这个铜字呢 写的比较复杂 它是一个行走的行 把左右两边拆开 中间加一个铜字 就是胡同的铜啊 这个加个铜字啊 这个字呢 后来就不怎么用了 就简化成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胡同 因为当时袁大都在北京 这个建都嘛 我们都知道北京的这个建都史 只有七百多年 就是胡必烈在北京定都啊 袁大都 那时候就要划分一片一片的居住区 所以这个居住区呢 就称之为胡同 胡同由于那个字啊 就是那个那个一体字 也不是一体字 那个字太繁琐 就越写越白 就写成胡同这俩字了 那最后一种说法呢 是说呢 过去啊 城市内的居民的住房 都是按片建设的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按片建设的 它中间呢得有通道 这个通道呢 是防止火灾蔓延 过去火烧连城 这不有个词吗 就是一旦城市着火呢 不可救 所以呢一定要有 这个防火通道 这个防火通道呢 实际上就是 我不管你需要不需要走路 我必须要让这个火灾 如果发生的时候 能够断开 所以呢 这个这种隔离道呢 在盟语中呢 称之为火团 或者叫火象 我们今天北京 还有个别地方叫团呢 比如我 我早前在北京郊区插队的时候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叫白家团 但是当地人全都不叫白家团 当地人都叫白家滩 白家滩 因为这字呢 这个团这个音呢 在我们的标准化中 发音是很少的 就是没有其他的 这个同音字 那个团 我们说团 或者四声也没有 没有人说团这个音 没这个音 所以呢 什么白家团呢 这种音就基本上 人都发不准 就变成了白家滩 白家滩 或者儿化了白家滩 那么后来北京人呢 就把这种防火通道啊 就称之为火团 后来呢 慢慢慢慢以讹传讹 这个音是可以音变的 所以变成了胡同 所以胡和痛这两个字本身啊 搁在一起 它是没有意思的 我们今天把这俩字捏在一起 是因为把两个音捏在一起 并不是把两个汉字捏在一起 过去啊 北京有句老话 就叫有名的胡同 三千五 无名的胡同 赛牛毛啊 到底北京有多少胡同呢 其实谁也不知道 明朝有个官员呢 叫张觉啊 他写过一个胡同集 他统计过 他当时他说 北京有1170条胡同啊 这街巷 他说北京的这个街巷啊 有1170条 其中有名的胡同呢 他才标出了459条 这是到目前为止啊 最早对胡同进行介绍和 去考察的这个点集 这只是明代嘉靖年间 那当时他是以个人之力 去做这个事 所以一定是不怎么周全 到了清代 又有一个人搞了一本书啊 这本书呢 叫京师阶项制稿啊 这是这个 现在这种书一般人也不看 他列出了胡同有多少呢 他列出了胡同已经过了2000条了 是2077条 他说直接称胡同的啊 就有978条啊 他就有1000条胡同了 那么民国政府啊 民国政府这个后来对北京胡同呢 有一个统计 这个统计呢 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呢 北京市的这个城市就开始有这个规划嘛 有这个规划 当时呢 他们统计北京啊 城区的胡同呢 就过3000条了 有3065条 那么到了49年啊 北京解放了 北京解放以后呢 最初的统计数量还是比较大的 是3250条 跟我们说的北京的胡同 3500 那就基本快接近了 那么建国以后啊 就是40年以后呢 到1990年的时候呢 再统计我们的胡同就减少了一部分 减少了有1000条 有2257条 这个数据都是有精确到各位的 那么又过了十多年啊 北京再统计胡同的时候呢 又剩了1900多条 因为我这个 我小时候是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 但是我母亲那个家族呢 因为是老北京啊 所以我经常去胡同里去 我母亲的外祖母家 我的外祖母家 那是大胡同 我姥姥家呢 在北京的一个大胡同里 这个大胡同呢 就是北京著名的东四六条 北京这胡同很有意思啊 有的有名有的没名啊 北京有几个没名的胡同 但是特有名 就是他没有名字 但是他特别有名 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小时候 我的老姥家 就我的外祖母家呢 就是在东四六条五号 那么我就职的出版社呢 是在东四十二条到二十一号 你看从东四算起啊 第一条大胡同呢 现在都变成大街了啊 他当时呢 不叫一条啊 咋麻将才有一条呢 他不叫一条 他叫头条 然后二条三条四条五条 一直到十四条 东四呢 有这么十四条大胡同 这个胡同里有很多名人 你去考察去吧 每个胡同里都有特牛的人 在里头居住 这是北京著名的大胡同 那么对应的西四呢 就没这么多 西四过去说 东复西贵南平北建 西四只有八条胡同 而且他加了个北 叫西四北头条到八条 那么我那时候在出版社呢 这个大量的要写信 写信要落地址 地址出版社的那个 都叫东四十二条啊 但是他写汉字啊 写东四 十二条 二十一号 二十一号就写阿拉伯数字 好 人家给我写信 直接写一个北京 东 汉字 然后写阿拉伯数字 四十二条 四十二条 一看就是 不太懂北京的这个胡同文化 东四十二条 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胡同了 这个胡同呢 这个也比较宽 现在近期你也觉得特窄 因为现在老两边乱停车 过去他没有车 他就显得宽 那么 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呢 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比如我在出版社那十年 就是天天走这个胡同 这胡同很长 下公公骑车站 因为我们还不是顶着头 从西头进要走个七百分钟 从东头进也要走个三五分钟 就进这个出版社了 那么元代啊 他对城市的建设呢 还是有规划的 因为他不是自然形成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一旦自然形成 尤其沿河而建的城市 都比较乱 就你比较晕 比如大部分人到天津 一定晕 找不着路 大部分人到巴黎一定晕 因为只要有河的地儿 沿着河建 我头一回到巴黎就彻底晕了 那现在你不晕 是因为你有一个地图搜索功能 当时都没有 问人都问不清楚 最大的路口 齐不各路口插在一起 但是元代呢 它是先规划后建设的 所以它的街道排列就非常整齐 这个尤其东四这边 这种老的街道呢 它保留了元代的一个格局 那么 它这个北京城市 因为有规划 所以它就是横平竖直 尤其北京人 它的方向概念特别清楚 它左右不清楚 你去问道 人凡是你告诉你的 说你往前走 到哪以后右拐 再怎么着左拐的 这人都差不多不是老北京 老北京一定说 你往前走 碰到什么东西了 你往西拐 你走到 看见一个什么东西 你再往东拐 他方向都说的 不是往东拐 那又回来了 就是再往南拐 他对方向非常清楚 过去说北京人的方向感 清楚到什么程度呢 就夫妻俩在床上嫌挤 这老婆就跟丈夫说 你往南一点 他的方向感非常的清楚 那你肯定 那你肯定 这夫妻俩是头冲东脚冲西的这么躺着 所以你得往南一点 给我让出点路来 那么北京的这个胡同呢 它就是一条一条街巷 小街巷子 那么比较好的院子呢 它都能占两条胡同 就是 他的正门 向南开 你不用问 他一定是单号 北京的这个胡同 你听单双号 就知道他高级不高级 你说谁住的那个院子里 一听是双号 他就住在马路的南侧 他的门冲北开 如果你是单号 你比如我说的东四六条五号 你听着就高级 东四十二条二十一号 你听着也高级 他门冲南开 南开你进了一次的 进第一个院子 第二个正院 你进过去三进四进的大院子 那都是顺着走的 如果你从北边 你从双号往里进 你肯定是倒着进去的 所以好的院子 有头有脸的人物 这个门都一定是冲南开 边号一定是单号 那么大的宅子 你比如我过去 我的外征祖母家 他那个就占两条胡同 这个院子长 四进大院子 这个前面这个一开始 这个临着胡同这个门 是你的正门冲南开 那你的后门冲北开 进另一个胡同 所以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呢 就是短一点的 这个胡同 就两个胡同挨得紧一点的 也有五十米 多一点能达到一百米 那么你想想他要有一百米 一个近身 我们说面宽 面宽就是你临街 你们家站多宽 你站十米宽 没多宽吧 你要有一百米深 你知道你这院子有多大吗 有一千米 如果你要有 你要能站到 这个最大的这个胡同 两条街之间 两条胡同之间的 这个一百米的距离 你不可能只有十米宽 你可能会有十五米 二十米乃至三十米宽 那么你有二十米宽 你就有两千平米 那就是三亩地 你要有这个三十米面宽 那就将近五亩地了 那就不得了了 那院子 所以过去的这个院子 好不好的 很简单的有标准 你比如我们都说 一进的院子 那就说起来 它不叫院子 说你这个 你们家住的院子 至少两进 就里头还有一个垂合门呢 那么如果三进的院子 一般情况下就是前院啊 你一进了门 这个小院都是用人住的 二进的院子都是子女住的 三进的大院子呢 是老太爷住的 如果再有点家眷什么的 或者老家来的人住在后院里 这就是四进的院子 最讲究的啊 我告诉你 还有一跨院 什么叫跨院 就是旁边还有一院子 这院子基本上都是一花园 有这跨院的房子都牛 我小时候有好多关于 这个北京老胡同的这个记忆啊 比如我姥姥的那个院 东四六条五号 我最早对他那个记忆是 一进门 是一小广场啊 能玩特大的一个小广场 这院子你想你进去以后 前面有个小广场 据说那个历史上就是个王府 但是现在七盖八盖 这么多年下来 中间就剩一米宽了 就将就着走人 这个时代变迁啊 你要有记忆啊 是个非常可怕的事 你要没有记忆你不觉得 你要有记忆 你就记得很清楚 那么北京的胡同啊 他从城区的分布 这很简单 胡同基本上都是东西走向的 那么这个 他东西走向是因为 你的这个每个院落啊 我刚才说了好的院落 一定是坐北朝南的 我们是一个尊男的民族嘛 因为我们在北半球上 我们一定是尊男的 因为太阳光是从南边来的 尤其这个冬天啊 这个斜射的太阳光 能直接下到屋里 那屋里会很暖和 所以这个北京的胡同 好的胡同啊 第一笔直 第二呢 肯定是东西向的 有没有歪的呢 有歪的啊 有些你听什么 腌带斜接 你都不用问 那肯定是歪的啊 那北京最长的胡同 有多长呢 听着长 实际上不怎么长 这北京最长的胡同呢 叫东西打磨厂胡同 打磨厂胡同 有多长呢 精确的距离是1832米 1832米呢 是不到两公里 按照我们的散步啊 就是你最慢的散步 最多走30分钟 如果你稍稍加快点速度 20分钟就走完了 这是北京最长的胡同 北京这么长的胡同很少 我们过去出版社的胡同 东西12条那算长的 两头走啊 从东头走到西头啊 正常走路 不会超过十分钟 八九分钟 那已经是北京的大胡同了